为了看嘉义冬时烟火 台南一名女子竟然一连偷了两部机车 而第一台机车被她不小心误触到了防盗所 她又决定再偷一台骑回家 这偷弃的理由也让警方相当傻眼 深夜大街上女子牵着一辆机车 可是怎么不发动引擎要徒手去推 原来这车根本不是她的 偷车骑到一半却不小心误触防盗所 才只好将车丢在一旁 接着一路徒步去的地方竟然是 五彩炫目的烟火 窃贼就是为了这一幕 才冒险在嘉义市西区 窃取银色机车前往东时 但烟火看完进行后 原本偷来的车已经没办法骑 她索性在附近继续寻找下个代步机车 看起来蛮像的 现场还有不少远景疏导交通 窃贼大胆偷车骑到台南沿水 但过程全被监视器拍下 想逃都逃不掉 48小时内在台南市安南区 汽货窃贼 窃贼竟然是为了要参加 今年东时香烟火秀 偷车遭到警方逮捕 这可不是一句想看烟火就能免责 记得蔡重吴加一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